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漫和游戏作品中都有着他们的身影 像动漫黑胶 游戏如龙系列 以及赛博红扣2077中也有日本豁爪帮的出现 甚至在那边小心这种绿色健康的动漫里 也有着黑帮的影子 由此可见日本黑帮已经在流行文化中注下了深刻的烙印 黑帮在日本被称为疾盗 日本警方称呼他们为暴力团 在国际上大家更为习惯地称呼他们为亚枯萨 相传亚枯萨这个叫法 是来源于日本的一个直牌游戏 这个游戏的玩法有点类似于21点 如果你抽的三张牌加起来刚好是9点就为赢 如果你运气不好抽到893这三张牌得分就为0 所以这三张牌就是最糟糕的牌 893在日语中的发音和亚枯萨十分接近 也意味着这些亚枯萨成员是整个社会中最没用的人 这离语便这样流传了下来 亚枯萨的诞生跟日本社会千百年来的发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大化二年 笑着天皇颁布改新之招 开始了改革 不只政治和经济制度 大化改新后 也严格地划分出了良界的身份制度 在这其中 一些打了败仗的武士 俘虏和犯人 被迫从事柜子手 屠宰 殡葬和皮革的工作 在日本宗教的捷径观念形成后 由于这些行业长期接触血液 死亡 当时的工作环境又不怎么卫生 身上会残留一些味道 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惠多 而另一种则是从事不正经工作的人 比如卖艺 乞讨等职业 这些人被称之为非人 在江户时代 惠多和非人 都是最底层的贱民 他们不能和其他人通婚 世世代代生活在对外隔绝的村庄 完全孤立于主流社会 他们所聚集生活的平民区 在几百年间逐渐形成部落 或称之为部落民 如果仅仅是歧视和排挤也就算了 部落民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四号的保障 在当时如果部落民犯了过错 不是阶级的人可以直接杀了他们 而不受任何惩罚 为了改变这种悲惨的情况 这些部落民的后人 开始寻求其他的生存方式 甚至不惜走上犯罪的道路 最早的雅库扎组织 已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 18世纪初当时有两个职业 吸引着部落民的加入 分别是德乌和伯徒 德乌就是小贩 小贩也就是在当时的村庄集市上 设立一些流动摊位来卖商品的人 如果只是单纯的做生意 当然没什么 但他们卖的东西质量差不足 还经常违逼利友 强卖强卖 或者把一些偷了的东西 再给卖出去 伯徒也就是赌徒 虽然在当时赌博同样属于违法行为 不过在很多小村镇的废弃寺庙和神兽里 都偷偷地冒出了一些小型赌场 加古早的称号 也是在这个时候流传下来的 这些赌徒长期混迹于此 达到了发财之路 经营起了高利贷等其他非法业务 为了给自己的犯罪活动提供庇护 小贩和赌徒开始建立起了各自的组织 这些组织就在集市上分配摊位 收取保护费 或者在赌场里负责安保工作 随着组织势力的不断壮大 越来越多的部落民和寻求生机的老百姓 加入到了这些团体当中 他们从原来的一亩三分地 开始参与去了各式各样的有组织犯罪活动 根据讽刺意味的是 这些原本受惊排挤的人们 确实以犯罪的方式为自己赢回了中重 18世纪中叶 为了避免各个组织之间的争斗 也为了加强对于地方的管控 德川幕府开始承认此类的犯罪组织 一些大型组织的老大被赐予信使 还享有佩戴50大的权利 那国家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成为了一个半合法的组织 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架构 和西西里的黑手党相似 他们采取了家族式的管理 在入会时会有一个清酒仪式 互相喝了这万酒 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虽然大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组织的老大还是被称之为父亲 其实也就是干爹的意思 组织的成员是他的孩子 成员之间都是以兄弟相称 甚至在某些组织中 如果你想加入他们 得先后原生家庭断绝关系 组织就成为了你唯一的家 其实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加强对每个成员的控制 19世纪60年代末 明治维新后 日本社会迎来了重大改革 废除了传统的 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后 无数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有部分武士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开始走向了暴力和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日本几乎动员了全体民众 投入到了战争之中 整个社会也受到了军方的高压统治 传统的亚库扎也在这个时候 销身异己 但他们很快就在战后 重新改变并发展壮大 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亚库扎有着奇高的包容性 像意大利一的黑手党正式成员 都必须要有意大利人的血统 其他人老老实的当炮灰就完事了 但亚库扎不同 无论你是孤儿 流浪汉 还是日本人 朝鲜人 都可以加入进来 尤其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部落民 虽然在19世纪民族政府 颁发了解放令 给予了他们平等的身份 但他们依然在此后遭受歧视和排挤 他们的后人 还是无法在文明社会中 找到一份真实和体面的工作 这一不同民族 不同出身 不同遭遇 但同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们 汇聚于此 在亚库扎中找到了归属感 并成为了这个犯罪帮派中的中间力量 和所有的黑帮电影所描绘的一样 黑帮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 都要面临传统和现代的冲击 靠一枪的刀枪棍棒 当然打不过外来的洋枪洋炮 亚库扎也知道 单靠收保护费 放高利贷 根本不能让组织长久的发展 所以慢慢的 他们的势力渗透到日本的各行各业 大大小小的亚库扎 基本控制了日本所有的毒品交易 他们通过走私 贩卖冰毒 海洛因 大麻 赚取了高傲的利润 既然都贩卖毒品了 那就干脆顺手贩卖人口吧 他们有些成员 伪装成经纪人 去菲利云 南美和东欧 专门寻找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孩 告诉他们 来我们日本 当模特 当明星 猫里 大大地有 通过这种诱骗的方式 把这些设施为生的女孩 哄骗到日本 最后只能被迫在夜店 艾末店 和卡拉OK 从事收行工作 雅库扎还涉足了房地产 银行 操纵股市 软件开发等高端行业 还在东南亚 美国等地 经营国际的违法伴随活动 并和日本政府搭上了联系 就连部分政客 在参加选举 需要财力支持时 也会寻求雅库扎的帮助 既然是讲日本黑帮 那就不得不提一下三口主 受各类文化输出影响 三口主如今在全球范围内 都有足极高的知名度 他成为了日本黑帮的代名词 甚至给不撒人 带来了一种日本黑帮 就是三口主的错觉 三口主成立于上世纪初 1915年 从事逾越出生的三口春集 在神户市兵户区 和50名码头工 创立了三口主 他们靠着走私和垄断码头贸易 顺利发家 随着成员的不断增加 让他们有能力 踏出各个黑色领域 建筑 赌场 娱乐演出 饮食行业等 都成为了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迄今为止 三口主都是日本 最大的雅库柵组织 他们的总部位于神户市 势力范围几乎遍布全日本 而且在整个亚洲 西欧 北美等都有活动小组 根据2014年 美国财富杂志统计 三口主是全世界规模最大 收入最多的黑帮组织之一 他们一年的收入 达到了60亿美元 每年较大的税款 占兵库线总税收的70% 100年来三口主共经历了6代组长 在这期间 组织内部发生了多次冲突和分裂 人人都想一家独大 这反大给了日本警方 进一步打击他们的机会 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三口主的注册成员一直在稳步减少 进入21世纪后 全国的雅库柵组织都踏出了凌冽寒冬 根据日本警方的数据 2013年 三口主的成员为28000人 到了2014年 进一步降到了23400人 说到了日本黑帮 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他们身上的纹身 不少玩家在玩蠕笼的时候 也总为被里面大老门 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日式纹身所吸引 其实日本黑帮纹身的传统 就来源于我刚刚讲过的赌徒 我们都知道 中国古代在很早 就在犯人脸上身上刺青的刑法 日本从18世纪初 有了纹身的刑法 这些图图因为干了不少坏事 身上都留有纹身 后来以他们为主力的团体 就把纹身看作力量的象征 身上没几个图案 都不好意思在道上混 他们的纹身图案多种多样 有龙 凤凰 鲤鱼 各神话人物 或者家族组织的文章 这些纹身从头到脚 包括你懂得的部位 纹面全身 而且不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电动纹身机 他们都是纯手工制作 拿竹子或者钢针 一点点把颜料刺上去 所以这么一个庞大的工程 需要耗费数年才能完成 在日本 这种大面积的纹身 已经跟黑帮划上了等号 在一些公共寓职 都会禁止全身纹身的人入类 普通人也尽量避免纹身 以免和黑帮扯上关系 甚至连日本警方 都会去找那些纹身师 来调查黑帮的线索 所以这些黑帮成员 以前经常用纹身一路 去吓唬别人 现在都尽量遮遮掩掩 穿长袖或者高领衬衫 来遮挡纹身 也就是在打牌 或者参加一些集会时 露出来展示一下就行了 还有不少日本黑帮片中 都有黑帮成员 切手指的桥段 其实最早的段子 是亚扩扎内部的惩罚方式 因为在以前刀剑当大的年代 手指的作用异常重要 手部的任何割伤或者缺失 就连刀都拿不稳 经常做菜的人都应该知道 一不小心切到手 缠上一圈纱布 再打踩到就觉得很费劲 所以每当有亚扩扎成员 放得过错 砍掉他的左手小指 这个人就很难再有什么战斗力了 以后跟着依赖组织的保护 忠心耿耿地为组织效力 后来这个残酷的惩罚 反倒成为了比较忠心的方式 都快成为了入会以食杖的一道硬菜了 有的人切一根还觉得不够过瘾 连右边的一起切了 至于切下来的这些段子 大多都被组织给妥善保管 每个组织都有专门的一个宝贝房 里面摆满了这些装造缎子的玻璃罐 根据日本警方的统计 将近五成的黑帮成员都切了过手指 每天都有很多黑帮分子 排在队区医院急诊 不过缎子这个特点也太醒目了 哪怕是全身纹身 只要你穿好衣服 也没人知道你是黑帮 缎子就很容易被人一眼认出 在日本大力镇压这些犯罪活动时 缎子这个特征就帮助警方一抓一个准 所以到现在这种资产行为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那些早已推进江湖来打黑帮成员 也都会去医院安装一个假手指 还无形之中推动了日本抑制产业的发展 到了上世纪六十八十年代 雅库扎各大家族之间烂得太凶了 日本政府在九十年代初 就通过了暴力团对策法 以此来限制雅库扎的发展 进入新千年后 更是加大的力度 安部的暴力团排除条例等法律 导致雅库扎成员的数量在逐步下降 但我们都知道 日本直到今天都没有彻底取缔黑帮 甚至都没有严格禁止加入黑帮的法律 据统计截至到2016年 日本仍有三万九千名活跃的雅库扎成员 尤其是日本黑帮的三大家族 三口组 筑集会和道川会 他们拿着日本合法的准证 实力依然遍布全国 日本著名导演演员北野武 在他40余年的从业生涯里 参与了多部黑帮片的制作 根据他自己的回忆 在他出生的东京就不少雅库扎组 由于时代变了 这个社会不再容认他们 靠暴力来维持得了生活的样子 这些黑帮成员开始改头幻灭 收起了凶狠的模样和酷炫的纹身 一脸慈眉善慕地给小孩发糖果 还叫做他们要对家人有礼貌 俨然一副正能量大叔的模样 直到今天 日本黑帮都还在努力洗白 维护自己的形象 他们支撑任侠团体 出门在外都得用禁语 甚至还发现了自己的报刊 又是自己的官网 在1995年的板神大地震 和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中 一些雅库扎组织 也立刻赶往灾区 进行了大规模的救援活动 并给收灾人民 分发了大量的食品和物资 但归根到底 雅库扎终究是犯罪集团 不少日本民众对他们 还是抱有极大的礼处和反感 不光警方会给各学校发文件 提醒学生远离雅库长 家人也会阻止孩子们领取糖果 他们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通过犯罪收入所购买的 经常会由人自发组织 穿上打着标语的衣服 走到大街上经营抗议游行 雅库扎也成为了如今 日本高令化的重灾区 资金链被切断 危险性又高 不使黑帮无来去开奶茶店 拉面店 但谁吃饱的撑着 会为了卖奶茶扯拉面 而加入黑帮呢 所以年轻人都不愿意再去躺这趟昏水了 那些曾经刺刹风雨的黑帮成员 很多也都到了去跳广场舞的年纪 可以预见的是 在如今科技文明高速发展的社会 越来越多的雅库长组织 只能在夹缝中苟延残喘 相信在布局的将来 他们就会慢慢消失 感谢收看本期的布置游戏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关注 点赞 点击小铃铛 我是乔一 我们下期再见